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多参数路由 什么意思 前几期的课件中 我给您讲解的路由 咱们仅仅传递一个参数 对不对 UID 大家还记得 那么今天开始 我要给您讲解 咱们为路由传递多个参数 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课题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路由属性Properties Properties是什么 属性 英文属性 加S说明什么 是复数 也就是说 咱们为路由传递多个属性 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的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我一共给您准备了三个文件 首先第一 用户组件 user 没有问题吧 第二 为user配一个路由属性 第三 咱们该如何使用user组件 就这么三个文件 咱们一个个看 首先是咱们的优渣组件 咱们看一下 这优渣 发现不像user 是吧 user 咱们看 里面有一个template 这里面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咱们新的东西 这个地方我打印出来了 咱们看起来像是两个变量 其实它就是变量 它其实说是变量也行 其实它是URL的属性 咱们看 我让UID等于URL传过来的UID 然后同时这有一个国籍 这个用户属于哪个国籍 这个叫做nationality 对吧 我想讲什么 nationality 这个我的英文还得要好好学学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两个属性 并不是咱们的变量 是什么 是URL给咱们传过来的两个属性 同时 UID和这个国籍 nationality 它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引用 大家请看 通过路由对象的参数属性的UID 取到这个UID的值 还通过路由属性的参数属性下面的nationality 取得它的国籍 这个呢 说明我是从路由中所取得到的两个变量 然后呢 咱们在画面中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 咱们UID可以用这种方式显示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显示 同时国籍可以这样显示 也可以这样显示 两个效果等效啊 OK 一会咱们会看到实际的结果 接下来 咱们看这个对象定义的部分啊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咱们今天新的内容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user组件 要接收两个属性 properties 哪两个属性 UID 另外一个呢 nationality 这两个属性从哪接收 从UIL当中 如果咱们不写 不写的话 咱们像上次一样 像咱们以前课件一样 只能接收一个嘛 对不对 好 今天咱们看看 这行是必须写啊 今天咱们看看 如何接收到这两个变量 好 以上呢 是咱们user组件的定义 定义完了 该怎么使用 咱们看一下啊 往下 looter 咱们要使用这个user组件 该怎么使用 首先第一行 import进来 这个没说的 跟以前一样啊 再接下来 咱们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URL的partum 这个URL的partum 应该叫啊 怎么写 user组件 没有问题 然后注意看 冒号UID 这个是咱们以前的写法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大家请看 又加一个冒号 nationality 国籍 大家请看 我这URL 是不是传了两个值进来 哎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传法 通过咱们这个属性声明 通过咱们的定义方法 就能够取到URL的值 一会咱们会看到实际的效果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注意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 是不是把这个路由属性的属性值 设成TRUE呢 是 如果这不设 咱是取不到的 咱们需要把这个property 这个属性设成TRUE 这个是咱们的新的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OK 咱们声明了user的组件 同时咱们定义了路由的方式 接下来是使用方式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在我这个APP里面 我这么定义啊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有个user1 没问题吧 怎么写 斜线user 没问题 接下来UID 没问题 斜线再接下来什么 国籍嘛 对吧 同时user2 ID 然后是国籍 China 3 user3 国籍ID 国籍 韩国 换句话说 当我点user1 这个link的时候 我给user组件 传的是 UID等于1 国籍等于USA 没问题吧 当我点user2的时候 UID传2 国籍传中国 当我点user3的时候 UID传3 国籍传韩国 就是这么简单 咱们马上去试一下 OK 咱们书干就干 myweb 然后src 然后是组件 咱们建一个user 试试 user user user是像日语 好 咱们建一个 在这个地方 new一个user 然后把我的代码 您就直接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 拷贝 粘贴过来 咱们新建了一个user组件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要设置路由 首先说 把这个user组件 import进来 咱们打开路由 您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这个地方 哪去了 这儿looter index 然后咱们把它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要对这个属性 对这个路由进行个定制 怎么定制 我写在这个地方 把它拷贝过来 这点我刚刚都给您讲过 我看应该是拷到这 OK 没问题吧 稍等我看一下 这怎么报了一个红线 不好意思 拷贝错了 应该是拷到这 OK 没有问题吧 咱们接收到两个参数 同时呢 属性设为tru 再个词提醒您 OK 接下来咱们要使用它咯 咱们使用app里面 把这个模板 直接拷贝过去就可以 拷到我的app的vue 拷到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运行它 我应该提前运行就对了 因为我这虚拟机 稍微有点慢 我其实这两天想是不是放到这个ubuntu里面去 可是我最近怎么优化这个ubuntu桌面板吧 还是慢 都无所谓了 咱们还是windows吧 windows毕竟还是在这个开发这个环境当中是最好用的 这个确实是我平心而论 Mac跟这个windows我都用过 我更喜欢用windows 说句真心话 有朋友说我就想用Mac 那没关系 您就用Mac 反正我如果两个都让我挑 比如说我要开发安卓都让我挑 我肯定用windows绝对不用Mac 你要说开发iOS 那没有办法只能用Mac 对不对 好 看我这怎么还没有启动起来 包括像这个VS Code 我都是喜欢用这个windows版的VS Code 反正我是这种习惯 我也推荐给您 其实能用windows开发 尽量用windows开发 其实对您这个笑话来讲真的是挺有好处 但这只是个人的习惯而已 你看因为现在我的工程中打包了很多第三方库 所以说编辑起来稍微有点慢 咱们大家稍微等一下 其实VUE本身的纯环境并不慢 OK 启动起来 8080 马上访问一下 127 然后是1337 这是以前咱们做node的时候的端口号 稍等一下 我看 18080 怎么梦有出来 我看一下 稍等下 我看我是不是报错了 不好意思 有个错误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set header并没有定义 我知道了 稍等 我这个路由 因为当时我把路由扇了一些东西 这个地方咱不要了 因为我想把这个代码弄的简单一些 所以我就不是特别想 好 我想想 算了 这先不要了咱们 OK 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出来 没有问题 OK 这home咱们别点了 因为我把这个组件删掉了 咱们直接看user1 user2 user3 咱们大家看 我这是传了三个参数 咱们看一下吧 把它关掉 还是 好咱们看 user1 大家看这个屏幕的左下角 还是把它弄出来比较好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鼠标应该您能看到 看这个地方 user1 是 USA user2 是China user3 Coreal 没问题吧 那点啊 user1 点一下 那请看 我这个user组件 接收到了UID 同时接收到了这个国籍 上面显示出来 user1 然后呢是美国 同时我通过router 参数的方式 也能够获得这两个值 没有问题吧 再试试啊 user2 没问题吧 user3 都出来了吧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种方式 咱们就能够为一个URL 传递多个参数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多参数路由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欢迎您呢 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然后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我会传到优酷YouTube 同时还会传B站 供您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这样想 因为VUE这视频 我已经做了很多期了 到今天是进阶视频的 做了第17期 我想做完这个第17期之后呢 暂时停一下VUE视频 然后干什么呢 我想再做一下 别的技术的视频啊 因为我还是做 准备做这个 外部画图的视频 包括这个手机开发的视频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 我会再回来继续做 VUE2的进阶视频 那时候呢 我想咱们按照预定 继续做状态管理 包括一些个动画 包括一些个 如何用VUE在网页画图 各种各样的知识呢 都会牵扯到 也希望您呢 能够关注我的视频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